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老去枯萎 只有寂寞 静静地陪着我 有点舍不得 心里好难过 眼中的泪悄悄地滑落 有点舍不得 过去那个我 只会傻傻地笑听你说 有点舍不得 心里好难过 孤单的夜我无处闪落 有点舍不得 过去你和我 一起去看花开花落 也解决看 花开花落 儿子 来 这是安定心绪 压性的汤药 喝一点 不用了 我已经没事了 我要出去一趟 你要去哪儿啊 我去一趟医院 没事干嘛去医院啊 我想看看如意啊 如意怎么在医院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如意是我们茶园的采茶女 这我知道 她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是这样的 她去后山采药 碰巧下大雨 妈你也知道 雨后后山呢 容易塌方 所以 我去找她了 那后面的事情 你们都知道了 原来你离家出走 是为了那个女人 不是 这是个突发的事情 儿子 你让我怎么说你才好啊 你知不知道 大家都担心死了 四若 还已经要去上海找你呢 敏凯 我只想知道 你和如意那一天一夜 都发生什么了 我也没想到 他会来山上找我 我想要不是他 我已经没命了 如意 我可以不问你究竟是怎么回事 谭敏凯认识的 我只想知道 我只想知道 你们两个人在那个山洞里 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 他用钢柴点了火 让我取暖 我们为了鼓励彼此坚持下来 就一直在说话 说了什么 童少爷 童少爷 我很感激你救了我 但是 我们在山洞里说的话 是我跟阿尔汗之间的秘密 与谭少爷无关 你少跟我玩这种文字游戏 阿尔汗就是谭敏凯 这些人都要吵了 我说了 我说他很喜欢 我说他是一种狱子 我们能准够 工作之后 要准备议 不清 我说什么 我真没想到 你居然和我最好的朋友 四汝 你想说什么 我和我哥冲击山洞的时候 看见你紧紧地抱着如意 四汝 有些事情我必须要跟你坦白 其实我跟如意 好了 别说了 既然你们死里逃生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吧 我之前真的没想到 他就是谭家大少爷 我问的是你们到底说了什么 你们到底什么关系 佟少爷 真的谢谢你的关系 但是 我不管他是谁 我们在山洞里的事情 我想我们有责任一定要告诉你 当我有责任知道 因为谭明凯是我妹夫 我告诉你 但凡换成另外一个男人 老子把他刨出来也得再活埋了他 在知道他是谭家大少爷之前 我们的关系就是朋友 朋友 对 但是我想在今天以后 我们的关系应该就是彩茶女 了 还 Brave 不 电话 怎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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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 人家权大势大的 你要是惹了他 那咱家没有好果子吃啊 我送茶糕去 我还没说完呢 这个没良心的 当我当年的奶都喂狗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童少爷 你怎么来了 我知道 你每天早晨都会在这里 给那个二汉送茶糕 是我娘说的吧 这不重要 但今天你手里的茶糕 我要定了 童少爷 你没必要这样 我还告诉你 打今儿起你做多少我要多少 我就是不想让你走街串巷的 受这份委屈 跟我走 童少爷 你放手 你放手 童少爷 你放开如意 憨哥 你居然还敢来 我为什么不敢来 这是我跟如意之间的约定 约定 不是的 童少爷 你误会了 之前我欠了 我欠了 谭少爷的钱 我欠了 谭少爷的钱 所以我们说好了 用茶糕还给他 钱能解决的问题最简单不过 多少 你错了 这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 这是一份情意 情意 你 你 要是对茶糕有情意 我可以让给你 谁让咱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要是对人 童少爷 我跟谭少爷之间没有任何情意 谭少爷 这是我最后一次 他不认为 你 我 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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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跟如意说了什么 李神 你跟他说了什么 别激动 冷静点 你找到那條絲帕了 哪個有緣人撿到的呀 不是什麼有緣人 只是一個路過的普通人 不會是明凱吧 當然不是了 是一個我不認識的陌生人 我相信你 就跟相信明凱一樣 明凱和我說了 他不過是在山上偶遇了你 結果你們卻一起遭遇了一場危難 他以前總說 我是他一直以來唯一照過的女孩 沒想到你成了第二個 是 那天我們 好了 你們不過是說話聊天而已 明凱都告訴我了 我是他的未婚妻 她什麼都不瞞著我 嗯 四乳 雖然認識譚少爺的時間不長 但我看得出來 她是個好人 我也希望你們能信你了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說的每一句話 你是我最好的姐妹了 怎麼會傷我呢 對嗎 姚東 我知道你喜歡如意 你也一樣 對嗎 對 從我第一眼看見她 我就喜歡她 我甚至感謝老天爺 給了我們一場災難 坦白 像個男人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如意她不喜歡你 現在這個對我來說不重要 我就問你 你跟我妹妹的婚約怎麼辦 那只是個娃娃親 可她還是從一個娃娃到現在 心裡一直喜歡的人 就是你 我對四乳兒的感情 跟你沒有區別 她就像我妹妹一樣 她一門心思跟你 倒跟成了妹妹 你知不知道你那天 在山洞抱著如意的時候 思若說她就是嫁給你的照片 她都心甘情願 你他們還是個男人嗎 我是個男人 是我敢於說真話 我不想欺騙我自己 我不想欺騙思若 不想欺騙如意 不管你能不能理解 但婚姻是要兩個相愛的人在一起 我不愛思若 你再跟我說一遍 我不愛思若 就算沒有如意 我也不會愛她 你知道思若聽了這話 會有多傷心嗎 她是我妹妹 我能傷自個兒可見不得她傷 換作任何一個男人 老子一定弄死她 那我也告訴你 如果你因為我跟思若的事情 去傷害如意的話 我也不會放過你 看來你真打算為那個丫頭 不管不顧了 那你弄死我吧 不是給我開過票嗎 今天老子就把命放在這兒 你敢了 我還告訴你譚明凱 你就是一個孬種 一個月連譚家一塊扁都扛不起 見著女人就趴下的孬種 好極了 你這一拳下去 讓我知道我該怎麼做了 自從譚老爺走了之後 那譚家茶園是一落千丈 您看這個時候接手 說實在的 也很為難她呀 所以說我想幫明凱 嗯 也好 雖然你們還沒有馬上成親 可是你們這份感情也不能淡了 嗯 說得好啊 烏茶朕談同兩家的重擔 早晚要落在你哥 和譚明凱的身上嘛 所以我希望譚明凱 能像咱們的兒子一樣 以家族的榮辱為重啊 我真難得聽你誇你兒子 我自己的兒子我還不知道啊 你別看他平常魂吧 關鍵的時候他知道輕重緩急呀 對嘛 就看他見到 你給您嘗嘗 我 professionals 你就會有什麼事 我陣子 你別看我 你別看他 你別看我 第一時間 你別看我 我別看我 你別看我 你別看我 爹 娘 我要娶如意 哥 你疯了 到底怎么回事 没什么 就是要娶 你混蛋 你忘了 当年我让你在锦华 爹的面前发誓 你只能有一个起始 就是锦华 我答应了你 那我就不仁不义了 爹 您逼着我娶了锦华 您拿我一辈子的信符 报了您的额 您对我仁义吗 姚东 你可以每天不在家 我也可以独守空房 那是因为我对你有情 你这么说 你对我仁义吗 现在情况不同 什么情况 我看你是纵情生涩 欺软怕硬 我打你这混蛋小子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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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你别生气呀 爹 你别生气 赵东 给你爹赔个不是 快呀 哥 你得考虑爹和嫂子的感受 你得赔不是 爹 我错了 我跟你明说了吧 人家如意虽然出身卑微 但是人家是好姑娘 老爷 老爷 你别把人家给祸害了 懂吗 咱们佟家就一个大少奶奶 那就是景华 我告诉你 只要我还活着 我还有一口气 我就不许你娶小老婆 要说 妖东 疼吗 跟你说过 别在我爹娘面前掉了牙类 我佟晓东从来不打女人 因为你是我媳妇 我希望这是第一次打你 也是最后一次 如果这一发生 能让你认为我是你的妻子 我认 爱你 烦给你了 要懂 我嫁给你三年了 我一心一意地扶持父母 做着一个妻子该做的一切 你就算是刮石头也该误饿了 哪怕换回来一点点的感激呢 你要是答应我娶了如意 我感激不尽 为什么 难道你就这么爱他吗 不是我爱他 是他明改爱他 这怎么可能 那思若 告诉你啊 什么都别告诉思若 哥 这到底怎么了 这到底怎么了 没事啊 你喜欢如意不是一天两天了 为什么突然娶他呀 还有 明改为什么打你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 问他我脑袋疼 思若 我跟你哥也正调这事呢 我跟他结婚多年了 一直没听个一男伴侣的 所以他才想要拿钱 真的 当然是真的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还有 明改为什么打你 我跟他你还不知道 从小打到大 你要是心疼他 打我 你以后再欺负明改 我饶不了你啊 是我挨打好不好 傻妹子 有哥在 踏踏实实等着做谭家新娘 明改啊 来 快来喝碗叶耳羹吧 快来喝碗叶耳羹吧 好 谢谢妈 谢什么呢 给秋郎写信 干嘛要给他写信啊 我以为你们只是萍水相逢 很多时候 心与心之间的贴近 就出现在一瞬间 你这孩子 刘洋回来 说了很多话 妈都似懂非懂 我只知道人心叵测 你所贴近的 并非事实 那就需要时间来证明他了 明天整个茶园的人 就知道你是真正的 邵东家了 妈妈希望你能精神饱满 让我引以为傲 妈 您放心 从今天起 我们谭家唯一的子嗣 谭敏凯 将是谭家茶园 邵东家 各位 我不叫尔罕 我叫谭敏凯 很抱歉 我一直隐瞒我的身份 但同时 我也了解到 各位的想法和辛苦 请各位放心 我一定会以我父亲为楷模 尽心尽力地 经营茶园 我不知道 我能不能像我父亲那样 成为各位的天 但请各位相信我 我还是你们认识的 那个尔罕 我的内心 跟你们一样平等 我希望各位 要像敬畏老东家一样 敬畏少东家 今天我想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废除 茶女必须蒙灭 不能跟男子说话的 这个规定 太好了 是啊 明凯 这是我的规定 不能擅自废除 妈 我是茶园的姓东家 婆婆 明凯好不容易 安心在茶园工作 你就顺了他的意思吧 既然少东家这么说了 我们就照办吧 各位现在可以摘掉 你们的面纱了 民众民的面纱了 可是我最好 就是 我们的邀请 你们这些这些法茶女 我和哪个男的有不清不楚的关系 我绝不轻饶 听明白 如意 我觉得少东家比老东家好多了 跟他说话一点都不计数 是吗 你啊 满眼的喜欢 他可是童小姐的误婚夫 你就别吃心妄想了 妈 明凯给您请安 少东家 这两天察言怎么样啊 累嘛 还好啊 妈 你是不是还在为我废除了 茶女蒙面的那个规矩 生气啊 出身决定一切 你采茶你出身的朱秋月 勾引你爹谋求荣华富贵 谁能保证他们当中 没有第二个朱秋月 算了 既然你话都已经出口了 也只能这么办 妈 我只想尽快上手 让茶园 走上正轨 早点回屋歇着吧 告诉大夫 私下安排下去 给我盯着你去采茶女 绝对不能让他们接近明看 尤其是个叫如意的丫头 谭笑爷早 早 如意 其实我真正的名字叫谭明凯 但是我这个人没有变的 你不用躲着我 也不用对我那么客气 你能不能 不要离我那么远 谭笑爷 名字变了 很多事情就都变了 很多事情也该忘记了 你真的可以忘记吗 从我们的人生若只如初见 到那天 明凯 明凯 谭笑爷 请你千万不要告诉丝弱 你捡到了我那块手帕 拜托你了 明凯 如意 你们说什么呢 没什么 只是偶然遇到了谭少爷 你以后还会跟我长偶遇呢 我爹娘还有婆婆 让我帮明凯打理茶园 开心吧 我们天天可以在一起了 对了 今天帮你们正式介绍一下 这是咱们茶园的茶女 也是我最好的姐妹 如意 这就是我未婚夫 谭明凯 四叔 你能不能别 谭少爷 我可是知道这几年 私若是怎么盼着你回来呢 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先走了 明凯 你刚才要说什么 还是我说错了 来了 天老大 耿三爷 别来无恙啊 高老板约我们来 是不是想跟我们分一杯羹啊 什么什么 你跟我分哪 对不起 我高秋朗没这个习惯 我从来不从别人的碗里分身吃 我想独吞 别嘴 你也不怕噎死 敢请你今天来 是劝我们拔出弯子的事吧 错 不 我想找人赌一把 赌 赌什么 赌命 我们按照江湖的规矩 赌轮盘 谁要是能活着走出去 谁就拥有马头 二位 赌慢 黑老大 你跟他赌 我记得你要是赢了 我赌三虎以后为你把手指针 商量好了没有啊 我还要回去睡觉呢 好 懂我就懂 你先来 再送你一枪 我按照顾 我 吃了 你那就是 你追了 你终于 你帮我 你帮我 你来 对我 rese庭 我 又有帮我 你是老大 江湖的老前辈了 你临死前 怎么着也得留些遗言下来吧 我负责给你家里人带到 可惜啊 本来你是有机会赢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现在违规者服 你杀了我吧 佛说心不动则人不妄动 不动则不伤 老康 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阿虎 对了 兄弟们 吵架我 小子 想跟我斗 你还嫩了点 三爷我早有准备 想那么轻易就把马头从我们这抢走 你做梦呢吧 有的时候 做做美貌 不是挺好的吗 混上 我现在判掉了 你 我 你好 你 身上 有 各位 你们 你 我们 可是 我 你 有人 你呢 坐 义父 在 马头是你来的 很好啊 很好 从现在开始 这两个马头啊 是你的 拿去 你应得的 这两个马头呢 还是控制乌查阵在内 所有商贸货别的尽处 也是你将来 遏制谭同梁家的 言喉命脉 我相信总有一天 你这把利刃 插进谭同梁家 让他们血尽四方 告为你父母在天之灵 我知道 不会让你失望 好 那谭少爷又烧进来给你了 好 好 这谭少爷啊 他虽然是刘洋的 可是我看他那个字 写得不错 这来信也很频繁 这跟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 让我感觉 他跟他父亲谭吉然 完全是截然不同 他那眼睛里 透露着一份单纯 义父 我是想通过跟他说信的往来 能够更加地了解谭家 还想跟他建立一种 相互信任的关系 我 我是想他信你 你可不信他 去了 我也提醒你一句话 复仇者 心不能软 对敌人心思手软 就如同在自己胸脑上插了一把刀 你仰父高将 就是死于自己的心思手软 你切不可以走他的老路 秋朗迷茫 秋朗 这段时间 我经历了很多 当我触摸到查诺们的心 当我的心里感受到对如意的爱 我决定 要留在古查镇 这座古镇 这片查云 曾经是我魂牵忘影的地方 可现在 我体会到了阶级差别 带给人们的残酷 我和如意 亦是如此 死亡没能将我们分开 但此时 门第之分 却让我们 直指天涯的分离 却让我们 直指天涯的分离 是时候了 我能体会母亲对我的期望 是我能超越我的父亲 但是他最害怕看见的有是 我会走上父亲的老路 可我父亲走的 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秋朗迷茫太重情义 而且和他面凯是亲兄弟 我担心他会下不了手 哥 你怎么了 叶子 谭明凯又给你写信了 他说了什么 你怎么看上去这么难受 明凯想按照自己真实的内心活着 可是谭很容易啊 你能这么有感触 说明你也遇到了 同样的问题 对吗 但是我和明凯不同 他是得到了太多 自己不想要的东西 而我呢 是失去了太多 哥 你看啊 心呢 就像拳头这么大 能装多少东西啊 可是我就不一样 我心里就装了一个你 足够了 叶子 叶子 我恐怕 很快就要离开上海 你要去哪啊 五查阵 是不是我爸让你去的 我感觉 我离五查阵 越来越近了 闭上了眼睛 听风在呼吸 仿佛昨天在眼睛 从不曾离去 思念在逃离 回忆那么清晰 恍然之后才发现 给我 我偷回忆沟 只能损到头 kalo是这个 我寻找一下 我吃饭了一碗 灯下探柜 但这一碗 是谁却是满天的 要重新的 的岛 一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